看回他們給我們副建議的現行及建議組織和施超防署 你現在是行政科來申請的,是否這個意思 即是你將一個行政主任,即是首席行政主任升至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負責行政科的東西,是這樣的 下面有很多個 行政科,即是你覺得行政上有問題,其他的東西就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如果你看回新上任的位高級首席行政主任,他負責的東西就很多 主要是行政的 你的意思是否說其實消防… 你現在請多了三百人,你自己說 即是你整個消防署是多了三百人 你說增聘了三百人 那些都不是行政人員,是否這個意思 你增聘了三百人都不是行政人員 是否消防員 是否是行政人員 沒錯,剛才梁議員的理解是對的 現在是說行政科的主管提升,去到一個B2級別 剛才梁議員說到,我們今年增加三百多個職位 那些是其他的消防… 我先問清楚 即是說行政科沒有多道兵 只是… 在其他地方 那你現在升了這個人上去 那下面那個人就凍結了 即是說… 你只是升了一個人的職位 那他在你的架構裏面 因為他那個職位的權力高了 所以他跟其他人說話又方便些 這個就是我們特區政府說的 如果你不整個創科局局長 那你隨便找一個人去說 沒有人聽你說 是否這個意思 如果不是,我真的看不清楚你們那件事 即是說,你升了一個人的職位 那他帶的兵是一樣那麼多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人升了職後的能力強些 還是怎樣 你…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那個公雞不提 太陽不出的 秘書長 是,多謝主席,多謝梁議員 我想兩個層面的事情 一個就是人夠不夠多 二就是我們的人那個… 那個同事那個經驗或者能力 兩方面都重要的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就是,行政科呢 其實過去人手都有增加的 我給一些資料 就是過去十年 其實現在行政科就有一百三十多人 過去十年都增加了三十多人 那個百分比率都高的 所以,不只是今次的建議 而是下面一些非首長級的同事 歷年以來都有調整有增加 將來呢 也都… 隨著需要呢 也都可能有需要增加 那當然這個是人手的層面 另外所說的呢 就是那個個別的同事的經驗 那個能力的層面 我們呢 就今次的建議 正正看過我們的工作需要呢 認為如果有一位 比較資力豐富的行政主任的同事呢 是對於那個行政科的工作的… 葉太可能我要下一輪問 因為問題我就是 為什麼你不是由紅富仔升上去的呢 因為你其他… 你打橫一掃過去 全部都是紅富仔來的 這個呢 就在上面 即是說 他真的在上面 找了一個行政部門來 管了那些紅富仔 你不明白嗎 愛行領導內行 這個才是問題 不是的 梁議員 那些行政主任升到D2 都是紅富仔升上去的 不是 但他最少不是消防署的紅富仔 這些是一般職級來的嘛 他調來調去經驗豐富嘛 我明白 我的問題是 葉太 你做維官這麼多年 我想問就是說 為什麼消防署裡面 這麼多年的累積經驗 他不能夠訓練到一個人 是 又是內行 又可以領導的 而是要在外面找一個人去 這個才是問題的嘛 這些不應該我回答的 我說多了 你再排隊